12点13分政治话题 你不能不知道的就是 前行政院的发言人陈宗燕 他接受性招待 那当然陈宗燕他是赖清德的头号子弟兵 他是他的爱将 面对爱将子弟兵陈宗燕出事了 接受性招待被踢爆了 那么赖清德说诚实是最好的上策 而且他还呼吁他说 你应该要用勇敢来面对 赖清德这下是要切割了吗 恐怕是切不掉 我们带来看到最新网络民调显示了 这个是由这个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所提供的这个民调 赖清德的正面声量是一路下跌 尤其他做出一个对比 包含了你看到绿色是正面声量 你看一路从这个层面 往上往下现在已经下跌了 还有赖清德在青绿粉砖的负面声量 竟然跟青蓝粉砖的负面声量 占比是不相上下的 就是这张图有没有看到 两个人的负面声量既然都是不分上下的 什么意思 尤其赖清德负面声量高达了38% 这个数字呢其实显示了赖黑来源 不仅是有对手阵营 还藏在民进党自己的测翼粉砖当中 另外我们来带来关注是 工程师看政治的粉砖也分析了 他们认为其实蔡英文 因系高压统治 没有人能够去改变这个局面 谁敢动手 轻则网军压境 重则夺权拔位 所以这一次赖清德 他是轻还是重呢 应该看得出来吧 有人下台了 所以呢这个粉砖分析了 赖清德的改革 最后恐怕会被迫同流合污 或者是赖清德的改革 根本还没有成功 自己就先被毁灭了 整件事情 这个谢涵彬他还认为 他说其实赖清德此刻 他应该在盘算 拼命的回想 有没有 11年前或是这些年 这么多年 你从政的这些年来 自己有多少的把柄 被这个掌握了 有没有 想要逗他人 有没有 自己做过哪些事情呢 这一回被掀出的是 11年前的事情 他的头号子弟兵 但是如果赖清德 想一想之后发现 自己好像没有把柄 他一定会想报仇 所以呢 这件事情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而且还会持续的发生 此刻也许就正在发生了 那么赖世宝他也认为 他说这一次很明显嘛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虽然出事的是陈宗燕 但是剑指赖清德的意图 非常明显 恐怕是因为赖清德 这几天 有没有处理了黑金问题 学伦问题 尤其赖清德不是拿了 邱莉莉 黄成国跟林志坚 英系人马开刀嘛 得罪了派系 所以他批评 民进党的沉沦 已经到了千疮百孔 这个流浓发臭的一个地步了 好 民进党现在怎么样 很精彩吧 你看这些高官一路升官 但谁知道原来他过去 惯性召计 不付钱 他是接受招待的 虽然陈宗燕他是火速下台了 但是外界质疑 看起来像是赖清德 想断尾求生 那么同时也呼吁了 其实赖清德应该要向社会大众 说清楚 讲明白 那么立委 李德韦 他就直言了 如果未来赖清德依旧是世人不明 提拔错误人选 岂不是未来的这个老百姓 如果身边还有这么多的未爆弹 一旦阴系反扑 那赖清德2024 恐怕未战先败了 陈宗燕有今天的地位 都是赖清德一手的提拔 从过去的台南市到后来的中央 众所周知 陈宗燕是赖清德的子弟兵 所以陈宗燕虽然辞职 而赖清德也想划清界限 想要撇清 但是我想民众没有办法接受 在这个部分 会不会你以后依然是人不明 提拔非常错误的人选 鱼肉百姓 我想大家都看在眼里 是不是阴系的反扑 针对赖清德 我想大家都在看 所以赖清德应该好好思考 自己的身边是不是还有很多未爆弹 若是真如此的话 那可能2024赖清德的选情 叫未战先败 赖清德有政治欺贫 结果他的子弟兵 除了这么大的疲漏 又是着急 又是巧事 难道赖清德不应该 出来说声对不起吗 不应该向社会道歉吗 过去难道坚定都不够吗 事实掌握不够吗 还是被吃案了 现在高检署 去台南地检署 重启调查 就说明了过去的难检的办案 其实是有疏失 有瑕疵 有吃案的嫌疑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就是当年不是有检察官签这个他字案 他申请嘛 想说要继续追查 到底有没有收贿啊 有没有对嫁关系 这个检察官就是他 时任难检的这个检察官 他叫做林仲斌 他呢 当时就发出了一些猫腻嘛 对不对 而且呢 这个检察官呢 他其实也大有来头了 包含他曾经呢 在2013年 侦办了妨碍风化案呢 发现了业者 有没有 涉嫌行贿 所以呢 当时2014年4月14号 他就说 这个检察官算是蛮有良心的 所以他想要签他之案 去追查 这些官员到底有没有 就是问题 要追这些官员 但是呢 有这么容易吗 好 当时的检察长呢 何章侦办了 好 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是 那应该要查下去啊 对不对 不过呢 申请的这名检察 这个检察官呢 他叫林仲斌 他的职务 竟然被异动了 由其他的检察官来接手了 懂意思吗 就是当时呢 是林仲斌 他说要签他子案 要来去追查 到底有没有 就是收贿行贿的具体事项 要办这些官员 好 虽然有签合了 但是他的职务被异动了 所以呢 不是他来追查的 由别人来接手的 所以别人接手之后呢 就这么刚好 2015年的时候 8月31号 这些官员都没事耶 对吧 好 查无不法事正 予以牵结 就这样 当时就说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呢 就牵结了 这件事情就翻篇了 就过去了 大家就遗忘了 11年过去了 现在才被踢爆 好 整件事情被踢爆之后呢 他有出来说话了 他说呢 一切尊重难减的说法 我不回应 好 他是不回应 那看得出来 可能也许有一点 呃 内幕 他可能也不方便 在表达什么事情 所以当记者问他 他当然就说 我不回应了 那已经不关他的事情的感觉 好 那当然了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警察官 他在2023年的2月8号 也被判刑了 他有涉入了其他的案件了 所以呢 他被判刑了 因此呢 他也成为了 这整件事情 当年本来想追出真相的人 但是他现在 却自己被判刑了 那整件事情呢 虽然说 现在要重启调查了 但是台南市议员 蔡玉辉 他就痛批了 地检署 办蓝不办绿 更质疑了 赖清德是不是介入官说 要求赖清德 应该要出面说明 否则他要如何选总统呢 介入官说 陈宗燕是他的 主席兵 首席的大将军主席兵 对他到 行政院 做民政局長 在新闻处罪党时 到底有官说到 我们干部局 消防局 放水流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拆清德 还是陈美龄 有介入 会零零官说 导致 我们地检署 不需要办法 外面我们的传说 地检署 叫民政党 台南市议员 祝识 像你们 民主席的案件 告证 到底未来的发展是怎样 我想大家也在 想要了解 到底地检署的抬头是怎样 介入官说 司法 我觉得这很严重 一定要说清楚 没想到 你要算下去 我觉得很困难